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防部长表示扩大调查美军撞传原因 电影传奇的诞生近日上映 数千民众温哥华集会高声反对种族主义 欢迎收看8月21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 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就表示 当局会扩大调查美国导弹驱逐舰 麦凯恩号与商船相撞的事故 也找出美国军舰近期继而一而再发生的 碰撞事故的原因 我们 obviously have an investigation underway and that will determine what happened I also fully support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dmiral John Richardson's efforts right now he has put together a broader inquiry to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to determine any of the causal factors to determine what's going on both immediate contributors to this incident but also any related factors and once we have those facts we'll share them with you 事故发生之后 美国派出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 到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 协助麦凯恩号进行损坏管制 搜寻仍然失踪的10名美军士兵 以及接收船上的士兵 麦凯恩号驱逐舰21号早晨 在新加坡东部海域和一艘商船相撞 船只的左舰后方被撞穿了一个大洞 事故造成10名船员失踪5人受伤 麦凯恩号目前已经驶回了新加坡港口 等候维修和调查 这是过去两个多月以来 发生的第二起相撞事件 如今激光矫正手术 已经成为了治疗近视的重要途径 那么激光最适合哪部分近视群体 又有哪些限制呢 我们继续来看健康护眼明亮世界系列报道 激光矫正近视手术 是指以激光永久改变眼角膜的弧度 达到矫正视力的目的 激光能矫正近视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 对患者没有年龄限制 但需要近视度数一年内稳定 专家表示激光矫正视力 可以让患者彻底告别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 因此很受欢迎 不过激光难以矫正老花 对矫正度数有一定限制 同时会受到角膜等因素影响 专家提醒 如果有视觉神经问题或者任何眼科疾病 一定要与眼科医生充分沟通 了解是否符合激光矫正手术的要求 通常医疗保险不会支付手术费用 不过患者却可以通过使用健康弹性消费账户 FSA或者医疗储蓄账户 HAS来支付 专家表示激光矫正视力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 术后的恢复过程也更加容易 基本不会影响上班族的正常生活秩序 你第二天有可能已经可以回复到正常去工作啊 light exercises啊那种 据了解 激光矫正视力手术起源于1970年代 经历了包括PRK LASIK LASIK TransPRK等多个发展阶段 方卫视刘海平 万区综合报道 由华人武打影星吴允龙及中国演员夏宇领前主演 由麒麟影业和Grunsworth制片公司联合制作的功夫剧作《龙之诞生》即将在美供应 主演之一的吴允龙就表示 饰演传奇人物李小龙极具挑战性 Don't Hey, this is kung fu It's not a game Well, it was intimidating, of course I mean, like I said, I've played many characters in my career and some of which are historical figures, right But they're not very well documented So it's easy for me to create a character But with Bruce Lee, you push a button on Google BOOM All the information comes up on him, right And everyone has an idea who they think Bruce Lee is So like I sai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was not to imitate him was to embody him and all those characteristics And how did I prepare I guess I've been preparing all my life unwittingly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呈现李小龙这个角色 吴宇龙表示他也花了很长时间融入到角色当中 因为吴宇龙是像一个人批评的人 如果我做这个整个电影 我会有一个人批评的人 但不是 Bruce Lee 我认为我认识王神龙 他也是我的师父 我认识了很多故事 我认识了很多人的故事 我认识了一件事他们说的 我批评了一件事 我批评了一件事 我已经破坏了脖子 破坏了脖子 我已经破坏了 我做了自己的动作 所以身体性的事 我对我来说不是最难的事 但最难的事 我对我来说是 是以这个男人 没有批评他 这是最难的事 《BIRTH OF THE DRAGON》 是以李小龙的真实故事为背景 成长传奇为主线 讲述了1965年 在美国旧金山 发生在李小龙 和武林高手黄泽民之间的一场 极具争议的决斗 影片即将于8月25日 在美国供应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 苗红英 张林 洛杉矶 比华丽山庄采访报道 另外在加拿大方面 数千名温哥华各界民众 今天聚集在了 温哥华市政府大楼前 抗议白人至上 种族主义计划中的集会 期间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出现 但立刻被抗议群众 愤怒的声音淹没 温哥华市政府门前 从上午起 人群就开始聚集 加拿大的几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计划当天下午 在市府大楼另一侧举行集会 声援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集会 得知这个消息 温哥华多个团体 号召民众集会示威 表达加拿大绝不容忍 种族主义的决心 虽然到场的华人人数并不算多 但是初期的华人社团领袖和社区活动人士表示 必须坚定地站出来 表达华人对种族主义的反对 我们要表达一种声音和一种形象 那就是让社会看到我们华人 看到我们华裔 也是反对这个集务势力的集会 反对他们的白人至上 集会现场群情激愤 不断地高喊反种族主义的口号 从包括BC省副省长 文革华市长在内的政界人士 到社区领袖和普通民众 纷纷发言谴责白人至上 反移民等种族主义观点 人群整个下午都在不断地聚集增加 将温氏政府大楼周围挤得水泄不通 原定下午两点开始的 白人至上组织集会 到时间并没有有组织的 白人至上团体出现 中间零星出现过几个反移民 宣扬白人至上的个人 立即遭到周围民众愤怒的声讨 几乎立刻被反种族主义的 口号声淹没 有个别试图深入集会人群的 立即被警方隔离带走 凤凰卫视西文峰苏一恒 温华报道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据报道 美国海军发布消息称 日本时间21日早晨6点25分许 美军宙斯顿驱逐舰麦凯恩号 在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海峡以东海域 与一艘夜货船相撞 据驱逐舰隶属的第7舰队介绍 该舰10名船员失踪 5名船员受伤 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实施搜救 据船舶相关网站Marine Traffic显示 相撞的夜货船为利比亚籍 7月3日从韩国港口出发 原定8月21日停靠新加坡 驱逐舰麦凯恩号1994年开始服役 全长154米 据称 本月该舰可能在中国活动日益活跃的南海 实施了特朗普政府的第三次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相撞一事 在白宫向媒体表示遗憾 据媒体报道称 8月19至20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3小时内 发生了数起相互独立的枪击事件 共造成6人死亡 33人受伤 最近一起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20日凌晨 一名不明人士从汽车内向夜店中的人群射击 造成1人死亡 6人受伤 袭击者逃离现场 2006年芝加哥发生超过760宗谋杀 多于纽约和洛杉矶的总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底曾表示 因芝加哥的暴力水平达到巨大规模 将向该市派遣联邦援助力量 据报道 针对全球各地大众运输系统面临的攻击威胁 目前美国洛杉矶都会运输局开始在地铁站 适用机场模式的身体扫描仪 侦测隐藏在身上的枪械和爆炸物 运输系统的发言人索特罗表示 扫描仪使用传感器扫描走过的乘客 乘客无需取出笔记型电脑或脱掉夹克和鞋子 钥匙和手机也可以放在袋内 短波无线电频率扫描他们的身体 把信息传递到电脑系统 搜寻可能隐藏的枪械和爆炸物 这个系统和机场使用的检查站类似 索特罗说 每一台机器每小时可以扫描大约600名乘客 洛杉矶都会的红线地铁 每天载运乘客15万人次 这个机器的设计着眼是让乘客不必等待 这套安检系统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丹府进行测试 越来越多的父母及祖父母 透过加拿大超级签证来加拿大 根据联邦移民 难民及公民入籍部的资料 自2012年推出超级签证以来 加国已批出近9万个超级签证 其中以印度最多 其次是中国 据媒体报道 在过去五年来 本国共核发出88,891个超级签证 预办来自南亚 尤其是印度 在头十个获发超级签证最多的国家中 印度高居榜首共35,761个 第二位是中国 共16,651个 比印度少19,111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量3D的短消息 印度政府上周称 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班公湖地区附近 发生了中印士兵相遇事件 并疑似有视频显示 当时双方互相推散互置实块 中国外交部21号证实 印方采取激烈动作造成中方人员受伤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号表示 印度边防部队15号 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班公湖地区 实控线中方一侧 进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 做出冲撞举措 中方已对此提出严正交涉 另外 印度内政部长表示 有信心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 很快得到解决 中印两军持续在洞朗地区对峙 在印度的中国企业界人士叹言 两国关系紧张 对经贸合作造成一定影响 印度对中国93项产品征收反清销税 并重新审视电网投资与电子通讯产品安全规定 被当地媒体解读为针对中国 除了出现投资暂缓的观望态度外 也有部分驻印度的华人选择先待在国内 不过中印在发展上有极高的相互需求 相信两国将妥善管理本次冲突 今年第13号台风天歌的风暴圈逼近台湾 风暴中心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最为接近台湾南部 对台东 恒春半岛及屏东地区构成威胁 台东和屏东县宣布 22号停止上班上课 而天歌随后将直吹向大陆 预计23号白天在广东沿海登陆 并为广东福建等地带来狂风暴雨 福建省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要求沿海养殖鱼牌上的人员撤离上岸 边防官兵也出动协助 加固茅省转移物资 沿海作业的渔船已陆续进港避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一收盘涨跌不一 能源与金融板块走低 导致预标普500指数 三天来首次涨幅 投资者是密切关注国际证据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早市情况 美国在周一早市开盘 是呈现价的低盖 随后又呈现了一个 小幅窄幅涨跌互渐的局面 全天都是变得不大收盘时 也是窄幅的涨跌互渐作收 纳斯塔克生活指数 略微成为一个小幅的跌势 那么科技类股的弱势 是造成纳斯塔克生活指数 走低的原因 但是因为金融类股 也在星期一 也是参次不齐下跌居多 所以对三大指数当中 上升的两个指数的升幅 也造成了一定的限度 到琼斯平静工业指数当中 升幅最好的要算是 加德宝公司而跌幅最大的 是金融龙头老大股高盛公司 投资人在星期一 没有更多的经济数据出台 值得关注 同时也没有联储官员 发表讲话 那么高度关注的 还是地缘政治 以白宫政局的问题 星期一在维也纳 欧派克成员国 以及非欧派克成员国 还是展开了进一步的商讨 那么虽然会议基要 没有直接影响市场 但石油价格在收盘时 还是下降了2.1447块4毛4一桶作收 而黄金价格则是呈现了一个小幅 上升0.4% 是1296块8毛钱一样次作收 可以看出来 资金还是进入相对的一些避风港 但是债券市场则是变动不到 数据率几乎是横盘震荡 略微成为小幅下降 那是2.1839的这样一个位置 总的来说 华尔国表市场在星期一 还是相当审慎 投资人等待 在星期四星期五 两天的联储联会 希望有进一步的 引导性的政策暗示出台 以上是星期一 请跨风红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杭州英皇教育集团 与洛杉矶阳光教育中心 合作开展 国际教育事业项目的 战略联盟签署仪式 日前在洛杉矶圣盖博士举行 阳光教育中心的校长 陈诗美 杭州英皇教育集团 董事长张晓英 爱尔茂蒂市市长 圣盖博士市议员等 出席了签约一时 阳光教育中心校长 陈诗美表示 很高兴能和已有25年历史的 杭州英皇教育集团 开展教育合作 南加地区民间文化交流广泛 合作办学 文化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 杭州英皇教育集团成立25年来 培养了大批人才 学生们在美国伯克利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深造 学生注重以爱渗透教育学生 并刻意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增长见识 我要教育的学生是 不但爱自己的国家 也要爱别人的国家 不但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 也要爱别人的兄弟姐妹 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爱的海洋 所以我们学校呢 是用爱来渗透教育的 与阳光教育中心合作后 英皇教育集团将定期安排学生来美国进行学习和培训 让两个学生增强交流 促进中美文化沟通 凤凰卫视王豪 孙房思达 洛杉矶报道 另外 全球跨境共享平台 乐上优品 于日前正式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乐上之心成立一事 在洛杉矶圣盖伯西尔顿酒店举行 圣盖伯市长廖清禾 独二地市长康家琛 及社区代表近百人出席了活动 在成立一事上 乐上基金会创始人Lily木表示 基金会的使命不仅仅是为肿瘤等恶性疾病患者提供帮助和关怀 更希望通过持续的社区科普教育 让健康乐活的理念深入人心 与其说病后再救助不如防患与未然 从生活方式上远离发病的因素做到不得病 我们有两种方式 最普遍的是我们在社区进行营养的健康的教育 尤其是肿瘤的营养健康的教育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对于肿瘤患者的这种帮助和救助 特别是乳癌和儿童的白血病的救助 值得注意的是 乐上基金会采用了时下流行的共享理念 发起乐善之心基金会的乐上优品 是一家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全球跨境共享平台 其商业模式中包括会员共享的特色 会员消费的同时会共享平台的盈利 基金会成立后 会员在乐上的每一次消费都会为基金会注入资金 据了解 乐上会员目前遍布全球多个国家 人数日益增长 共享的基金会势必吸引更多会员的加入 凤凰卫视王豪洛杉矶报道 气候变化一直是近几年来大家关注的焦点 最近由加州州长布朗签署的 总量管制与交易延伸法案AB398 将气候适应与恢复能力 列为必须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收入 获得资金的优先事项 8月22日 气候正义工作组CJWG 依托Resources Legacy Fund 即将发布一系列针对气候变化建立的 有关资金和政策决策的指导原则和建议 以及近期针对加州有色人种选民所做的调查 调查报告强调了各肤色人种 移民较低收入者 农村地区人员及原住民在内的前沿社区 更加遭受社会经济健康及环境不公正的伤害 只有拥有有限的资源来应对 及恢复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影响 报告还指出 截至2020年 本周应确定并至少投资10亿美元 以及到2025年至少投资100亿美元 以实现这种气候恢复能力 另外在工商消息方面 美国KIA汽车近日在城县举办了试驾活动 试驾跨界休旅车KIA Sorrento 多功能休旅车KIA Sedona 小型轿车小型的轿式休旅车KIA SO 及中型轿车KIA Optima 四款最新的车款 让驾驶人体验KIA全新的车系的魅力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杜盖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龙航空 Star Alliance Member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Stay Bar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